对广大养殖户而言 最近的生猪行业整体都不怎么让人省心 一方面非洲猪瘟好不容易平息了一段时间 最近一段时间又大有卷土重来的价势 近一个月里 湖北、四川和内蒙古等地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 总共不下午起 疫情的再次爆发让很多养殖户心里没了底 更重要的是生猪价格也整体下滑 纵观整个三月的猪市 可以说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回调 猪价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持续下跌 并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 根据最新的行情显示 超过17个省市的猪价还在下跌 外三元均价跌至17元附近 环比下降4元每公斤 猪肉均价也跌至25元左右 这让不少养猪户担心猪价会从此一跌不起 其实关于当前猪价下跌的原因 无非就是产能释放 储备猪肉的持续投放 以及猪肉消费齐全这三个因素 首先2月份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 国内不少地方受疫情防控的影响 交通管制生猪出栏受阻 导致不少生猪积压到了3月份 随着疫情的好转 交通的恢复 产能的集中释放 致使猪价出现了不小的下跌 其次从年初开始 国家为了保障猪肉供给 稳定猪价上涨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向市场累计投放了25万吨储备猪肉 由于储备猪肉价格低廉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市场新鲜猪肉销量减缓 猪价下跌也是正常现象 另外众所周知 每年的三四月份 都是我国猪肉的消费淡季 因为这个时候春节刚刚过去 大鱼大肉海吃糊喝的一个月 人们正想吃点清淡的 对猪肉的欲望需求不是太大 加上当前猪肉价格仍然颇高 新冠疫情 复工延迟 收入减少等因素 市场猪肉销量大幅下降 生猪价格下跌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生猪价格何时才能止跌反弹呢 根据一些猪贩子的说法 当前猪价下跌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新冠疫情还没结束 餐饮 学校 企业食堂还没有完全恢复 当前猪肉消费仍以家庭为主 再加上国内的生猪产能增长明显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二月生猪存栏数据显示 我国能返母猪和新生载猪数量增加 后期生猪供给缺口逐步减缓 初栏生猪只会越来越多 因此猪价上涨的可能性并不高 不过养猪户也不要太过于悲观 当前猪价虽然有所下降 但是养猪利润仍然可观 专家预测猪肉价格完全恢复正常至少要到年底 对此 你怎么看